Hello, 筆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這個 都有一些科技的元素 很多人都會投資 做Game這個Market 很早年代 有人都游泳過筆基道 Develop Game 但是我就一口拒絕 為什麼? 因為不懂 再加上沒有衝動去玩 但是見著很多公司 很舊的年代 以為他死掉了 有一個日本的品牌 叫任天堂 Gameboy 年代都已經有的產品 還是很低B 但是原來 代代都有低B的人 都喜歡玩 為什麼? 大家都經歷過這個時間 等於你年輕人 你一看到M字 就知道麥當勞 到你兒子 你下一代 你也是帶他去麥當勞 看到M字 這個就是魯麥 剛剛 這個就是麥當勞 又是這樣 他的下一代也會這樣 所以不是稱之為代代生存 但是Game如果能夠代代生存 那些已經很厲害了 今天講 就是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品牌 任天堂 但是 就是 猜你都猜不到 真的有在地圖 都沒有辦法可以看到的一個島 叫做 猜不到 猜不到 就是為什麼呢 美國開了話 那個片 就叫做超級瑪利好兄弟電影版 喂 真是很厲害 這裡的影庭人 就有兩極的information 但是顯然由這個任天堂 和趙明娛樂聯手打造的超級瑪利好兄弟 就開了紅盤 還是勁抽地開紅盤 即使換句話說 他依然有很多人很喜歡這個Game 超過了預先的預期 根據Box Office Pro估計 超級瑪利好兄弟 上週末在北美的票房 已經達到1.46億美元 全球上週五天 票房總數已經達到3.78億美元 但是還未算日本 日本開網是4月28日 這個成績不斷了 不但超過矮人與黃蜂女 量子狂熱登頂今年的首周的票房冠軍 也超過了冰雪奇緣二動畫歷史紀錄 而冰雪奇緣二日全球最後累積的票房 是14.5億美元 是為電影史上第11名 因此外國專注這次 超級瑪利好兄弟 會不會衝擊全球前20名之內 但是大家一定要重要知道 本這個瑪利好兄弟 預算為1億美元 但是日本這邊還未上映 日本預計會在4月28日上映 屆時一定會再推高商業價值和票房 所以這個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的遊戲 這個遊戲 繼續會有很多人喜歡 這次 這個遊戲 原來是裡面 這個超級瑪利好兄弟的電影 有四大漢點為生命重要的人 而奮鬥的 這個是影評講的 我遊戲也沒有玩過 電影也沒有看過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資訊告訴大家 那就是你們意識形態的讀新聞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讀新聞很重要 為什麼 不懂就讀給你聽 至少我帶出這個信息 這是什麼信息 商業價值的信息 他夠膽死把很多不同年代的人物 穿梭於瑪利歐的遊戲世界裡面 只是這條橋 我就覺得 肯定會碰過六隻 因為 喂 大人小孩子 你有不同年齡層的 都會經歷過 喂 瑪利歐這個 這樣的 經過程的話 你才會去看的 喂 你可能帶個年輕人 或者帶個孫子去看 哎呀 我也有玩過 是不是這樣 大致是這麼近 但是他夠膽死 把 風魔了全球的 馬利好兄弟的遊戲 由 紅白機 Game Boy 現在流行的Switch PlayStation 炒一碟 任天堂的明星大兜亂 喂 這樣也可以 哇 今次即是換句話說 就等於台灣 你去吃什麼什麼丸的 很簡單 給我一碗綜合 那是什麼意思 每樣都愛一點 即是是這樣的 他就在一個半小時的電影裡面 就穿梭了 馬利好遊戲 的時光 給大家回憶 喂 這條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很簡單 你不喜歡 你就不會去看 那即是換句話說 你拍了一套片 啊 只有一套 那個就是魔界三部曲 你一次過拍三部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拍了第一部 又覺得可以的 喂 你可以想 拍續集 拍完續集 再想 拍前轉 跟著來個大集會 好像這樣的 全部的英雄人物 都可以炒一拋 再拯救地球 跟著然後 然後平行時空的 出現第二個地球 都可以的 創作就是這樣的 總之都是找你 放你袋裡 拿錢走 多謝大家